嗨,大家好,我是建民老师 我今天呢,要来回答同学的问题 如何来画直线 那你会问说,画直线有什么好教的,对不对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的基础 很多的时候跟画直线是有关系的 画直线它非常重要 画直线能够掌握的话 你的作品会有更高的质感 每一个人呢,画直线的能力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天生呢,他的手比较稳 他随便画,他就是直线 那有些人呢,他手会有小抖 或者是你可能喝咖啡啊 或者是太紧张的时候,你可能手会这样 那你画出来直线就这样 当然没那么夸张啦 就是说你手是会抖的 好,那我今天就来分说 拿尺,拿尺来画直线跟徒手来画直线 这两种有什么差别 然后要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先来讲用尺来画直线的一些注意的事情 就是说当你用尺来画直线的时候 你要注意什么呢 尺呢,它是有厚度 所以你在画直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目前是有光源的 你画图的时候一定会是在有光源的一个情况下画图 所以你会发现说 尺的这个面跟这个面有什么差别 这边呢,有阴影 有没有,这边有阴影 有阴影 所以当你在画线的时候 如果你画在这一面的时候 你的很多的线条你会放在阴影的下面 所以它会有一个色差 你会画图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说 你现在画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那这边呢,是没有阴影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个面 我们会用这个面来画线 这个面 那当你画线的时候呢 才会看得见 这边画线的时候呢 对不起 我摸上来一点 我再讲一次 这边画线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线条 在阴影里面 那你根本就不会知道 哪里是比较 你画的比较重 哪里是画的比较轻的 好 所以呢 第一个要注意的点呢 就是 你的 光影的部分你要注意 你在画线的时候 因为你有尺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尺 跟 阴影还有你的笔之间的关系 那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 你在画线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出细 好 好 我们 转一下吧 你可以利用出细 好 我这边是 用力 出细 出 你可以利用这种 出细的方式来画 画线 这样子的时候 它比较 比较 灵动的感觉 我现在画一条实线 如果我们现在画的线是这样 这个是硬线 那我们这一条线的话 这条线就会比较 有一种 如果你是画图的话 那 它会比较有种变化性 那尤其是 如果你在画有接缝的 好 比如说我们这边 我们抓一个 有角度的 一个画法 好 那 这个点 如果这个点 我们这样子 抓一下 重心 好 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会更 去强调一个 一个角 好 那如果它是一个立方体 的话 如果它是 这边 轻 这边重 这边轻 如果 它是一个立方体 那这个地方 更是会被强调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在涂色 的时候 这一个位置 就可以更 凸显 对不对 这里 好 所以 第二个重点的话 就是当你在画线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这种 粗细的画法 虽然说你用尺 但是你仍然可以画出 比较有 一个生命力的 一个线条 好了 那我们 来 讲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说 你在画 这个 拿尺 在画这线条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个 笔尖 这个笔 签笔 笔尖跟尺之间的 一个关系 笔的 这个粗细 它 笔尖的这个粗细 它会影响到 你在画线的时候 笔的这个粗细 你看这个 笔尖 超细的 那这个顿顿的 那顿顿的话 它画出来的线条 它 离尺的距离的话 这两个就会不一样 我来示范一下 譬如说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一条线把它画了 我再用这个细线把它画了 那注意看 这里 好 因为它的粗细的关系 所以呢 它们并没有在同一个 平行线上 它是有一个距离的 这边距离比较大 这边距离比较小 有发现 那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问题呢 我们如果 拿尺在画的时候 譬如说 在这个位置 我们画的是比较粗犷的 那在这个位置 画的比较细腻的 那这两条线 有可能 你想要接在一起 结果就接不准 所以 像这个部分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误差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把它接在一起 我们就靠 点点的方式 就是 我先用画的 好 比如说这一条线很粗 我故意再画粗一点 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好 我要怎么样 让这个 可以画 这个线 我可以接在一起 接得比较好呢 你可以呢 用 比较细的这一支笔 去点着 去点着 它的 这个中心点 而不是靠尺 再去量 是你要先点着 好 然后呢 把尺 靠过去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就会符合 就会符合这一支 这一支笔的 就会符合这一支笔的一个距离感 我再示范粗一点 有时候我们拿的笔会更粗 就是说 可能因为我们在画素描的时候 好 我们拿的笔可能会 这应该够粗了吧 这样的笔会更粗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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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需要把它接在一起 接到中间 这中间我们就需要点着 好 然后呢 这个尺 去画 好 然后它就可以 刚好接在中间 接得很好 那当然如果 一样 我们如果要接到旁边 再高一点 好 我们如果要接到旁边 我一样是画出的 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有时候 好 如果我们 好 这个粗细这样差别的话 同学会看得更清楚 那我们要接到它中间的话 一样 就是 你刚好这支笔的笔尖 点在它的中间 好 那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角度问题 如果你的角度 在点的时候 是这样点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斜角 就刚好卡在这里 它会无常 所以尽可能的 你的角度是这样斜的 不要这样斜 好 这样斜 好 譬如说我们 我们可以再放中间 这样 好 好 然后对准了之后呢 这边就有 嗯 刚刚有卡一个点 这样 好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上面 再拉一条直线 好 它就会刚好卡在 这中间了 好 大概是这样 这笔尖的粗细 会影响你这个 齿笔 还有这个粗细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大家在画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好 那它有一个变化式 就是说 画一个角度 它有一个变化式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呢 一个十字 十字 我先画一个十字 好 然后 然后 这个十字 是这样 好 我们先画一个十字 有时候插画 呃 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比较细的一个线条 然后刚好 我们现在要卡一个粗线条 卡粗线条 应该是比较容易啊 好 譬如说我们这边 有一个点 对 对 你可以卡在 这个笔尖的 这个笔封最尖的地方 我们稍微卡一下 点着 好 点着 我这个纸有点歪 所以 我的尺会稍微 用力一点扭曲 好 这样子 我们刚刚点过了 好 然后 然后 如果你这边是 卡出线条的时候 好 你就可以 利用刚刚我讲的那一个原理 就是先点个 点 然后呢 我们这样画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转过来 我们要卡细的 如果在这中间要卡细 一样在这中心点 点一个点 好 好 点着 要先确定中心点在哪里 先点着 点着之后 尺拉过去 好 注意 手不要再偏了 手偏的时候 它就会画出去像这样 如果我手一偏过来 它就画出去了 所以我们不要偏 我们手 不要降偏 你可以这样动 没有关系 好 我们点着 然后 画过去之后 好 你的十字 就会 刚好点在这个位置 所以 更多细节 更多细腻的这个十字 都可以画 譬如说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画这个角度 然后呢 一样 你先点着 等一下 我笔尖 然后 你先点着 然后 一样 我们就 点了之后 这样子对位 好 啊 一样 不要这样 你可以 这样动 平行的动 好 然后 点了之后呢 拉这一条线 它就刚刚好在 这中间 好 就不会偏移 呃 粗的笔一样 我们 这个粗的笔 明明对位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的手 这样子 扭曲这样子动 的时候 它 这个 譬如说这样 那你一这样的时候 一画 它就 偏出去了 它就 偏到上面去了 我再画夸张一点 如果你 这边对着 那你手这样子 斜的 它就会 偏得更多 它就偏出去了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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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 刚好点着之后 不要这样子 你就是对着这个点 然后尺 对这个点尺 靠过去 然后 它当然不会 这个尺 当然不会 刚好在这中心点 这中心点的话 你眼睛是可以看得见的 它跟尺 是有一点距离的 因为你这个笔 比较粗嘛 然后 你就对这个点 然后 这样子的话 好记得 是这样 不要 不要这样动 这样动的话 一定就出去了 好 这个是 画直线 而且是交错 的方式 你要怎么样 画在一个中心点上面 这就是 拿尺 画直线的 三个 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光线 第二个重点就是 这个 你可以用粗细线 粗细线 粗细线 在这 好 第三个重点的话 就是你的笔尖 笔尖的粗细 会影响到 这个 你在画的时候的一个 感觉 好 这是三个 好 那另外我要 好 尺先拿走 好 另外我开始要来教 徒手画直线 在教之前呢 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你徒手画直线的时候 你并不是要追求跟尺一样直 比如说你尺画完之后 来 然后我就是要 我硬是要 跟这个拿尺来比 不是这样 徒手的线条有徒手的美感 有徒手的味道 好那所以我们在画直线的时候 然后 用徒手在画直线的时候 要有这个观念 再来就是说 呃 我们手在画直线的时候 来注意 如果说我们 我们今天的桌面 我们的桌面 它是 一个 呃 跟 纸张不一样的一个触感 然后我们的手靠在这上面 我们在画直线的时候 我们在画直线的时候 上面的这个摩擦力 跟你 桌面的摩擦力 好不同 可能会让你画直线的时候 会有一个 就是 阻力 好那所以 你在画直线的时候 最好 就是 你的手就是在你的画直上面 然后用你的小指头去顶着桌面 如果说 你顶着的是 你的 这个 木头桌子 那你在画直线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 好所以我建议是 你在画的时候就顶着 如果怕脏的话 你就是用卫生纸 好顶着 然后去画直线 然后去画直线 好这个是要注意的点 好 我 我记得我之前有教过就是 你画线的时候呢 呃 要 轻轻的 应该是说力量适中 你不要说突然很大力这样子 会造成你的手 会颤抖 好我们手很握 很用力的时候会抖 所以呢 你就是放轻松 拿着笔放轻松 然后 拉直线这样子 好 那我开始讲了 我刚刚只是前言而已 好我们现在 徒手画直线 它有几个 呃 画吧 好 我们来画直线吧 呃 第一个画就是 其实画直线你不用太在意就是 你要跟尺去比一比到位吗 好 这个直线的话就会变成是没有用 因为 你不可能在一个没有目标A跟B的情况下随便拉一个直线 所以你要 你要很准的很精准的从A拉到B 从A拉到B 那你就是要一直练习它 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成是说你可能拉不准 从A拉到B你可能就拉到旁边去了 所以 我们今天A跟B的点 你可以用几种方式来画 好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说 呃 它可能会抖 但是它抖里面还是直线 譬如说好 我现在做夸张一点 它会抖 好 我拉过来了 但它基本上还是某种程度的直线 在你呃 放 放远看的时候 那 稍微放大一点的时候 那它就会有点抖动感 那这也是直线 那我觉得在画插画的时候 这种直线还蛮好用的 就是说 你现在 譬如说有三个点ABC 然后呢 你现在要拉直线 那我们就是用 目测 然后它会 它会抖 但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慢慢的慢慢的去接近它 好 那所以这个点连起来的话 这个线 线条的灵动感也很够 然后它仍然是直线 你只要知道你的那个点在哪里 A跟B 然后你拉过去的时候你就看着它 A跟B 你就看着它之后 慢慢的往那边接近 好 那边接近 它就是一个直线 虽然说 这个有一点点 好 蠕动 但是呢 当你每一条线都是同样的蠕动的时候 它这个 这个 这个有点曲线的这种感觉就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它连起来的时候 让人家觉得它是直线 懂意思吗 就是说 你全部的画面都是抖抖抖抖抖抖 但是呢 人家可以知道 你知道的话 就是 接下来的话 我要来 噢 刚刚是抖抖抖抖 对不对 好 我们就称它为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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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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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跟B 我们可以用模糊的直线来画 模糊的直线,譬如说这样 这样,A跟B 模糊的直线,它很粗 但是它很适合打草稿 譬如说我们第三个点 ABC,第三个点 一样,拿你最顺的那个角度 然后把这两个点 轻轻的,一开始的时候 没关系,就将过去 将过来,将过去,将过来 好,那它直线就出来了 一样,它在远远的看是直线 近近的看,它是一些虚线 那这就很适合打草稿 我们把这个ABC连起来 好,那它也蛮有灵动感 是因为说我们是用 A,我们是用 这样,我们是用 A往B A是用力的,B是慢慢轻的 然后我们再从B 用力的,然后慢慢是轻的 这个画法跟尺那个重,轻重的感觉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是用虚的方式,这样撇,这样撇,这样撇,有没有 在这边 降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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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撇 用这样的方式来画纸线 第三个的话就是拿笔的方式 这个我之前在基础的基础里面也有讲过 就是当你 如果这个画面呢,它是这么小 它有多小,你看就大拇指这个距离而已 所以你拿这个方式是无所谓啊 你拿什么方式我觉得都还好 但是呢,如果它的画面比较大 一个手这么大 你要拉直线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拿成这样 画画的时候 有点像你在画素描 如果你有个画板是立起来的 那我们手是悬空 我们是有这样拿笔的,对不对 好,那这样拿笔有什么好处 这样拿笔的话就是说 你画图的方向跟 你画图的方向 跟这个笔是平行的 这样,你是这样子出去的 那我们拿笔是这样吗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夹角 所以你可以试着拿这样子去画 这样子去画 那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去画直的 也可以 但是就是你手要比较顺的那个角度 譬如说这样 这样角度也还OK 这样角度也还OK 但这样子 接下来要弯过去就不OK了 你的手腕其实就没办法 所以当你在画横线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用这样子去拉 那但是呢 这个我刚刚讲过是要大面积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在画的时候 你在画这个角度的时候 你的 这一边你是看不见的 你是用你的笔的一个角度 去抓那个 你未来的那个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从这里到这个点 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画 所以你等于是你的笔就是你的尺的概念 你只是没有真的拿一支尺去笔 所以这是三种 我今天教给大家的 一个是抖抖直线 一个是模糊 模糊的 模糊的线 模糊的线 就是左右这样子的话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拿笔的方式 拿笔的方式 好 我今天要教的用尺画直线的方式 徒手画直线的方式 都已经全部的教完了 那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给我 好 请帮我按赞 订阅还有分享给你喜欢画画的朋友 好 那就先这样咯 我是建平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